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拜登四次承诺保卫台湾 分析认为美战略模糊政策结束 洛杉矶建机场捷运系统 夜间交通关闭5日 报告显示减轻夜间电网压力 电动车应白天充电 加州将净天然气设备 中国害虫恐重创加州葡萄园 首先来关注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再度明确表态 美军将出兵保卫台湾 周五 美国媒体披露 拜登的主张获得国会两党支持 与此同时 国会开始审议新的对台协防法案 拜登总统9月中旬受访时说 如果台湾遭受攻击 美军将保卫台湾 之前 拜登也做出过类似表态 美国《真音》周五报道 拜登的保台主张获得国会两党不少政要的支持 而由参院提出 目前宋交国会等待审议的 《2022年台湾政策法》 也在推动美国重整对台防卫政策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 实际上 西方国家和美国的一中政策中 都包含了保卫台湾 面对中共的武力恫吓 目前美国正在结束战略模糊政策 一中政策有三个方面 第一 他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二 他向北京承诺 不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第三 前提条件是北京不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以前美国他是尽量的保持这个政策 处在这么一种模糊状态 不把他说得太清楚 但现在中共这个武力威胁台湾的安全 他不得不把这个一中政策说得越来越清楚 近年来 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挑衅不断升级 特别是8月初 美国重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共发射导弹 频繁对台军演 派遣军舰和军机扰台 使台海局势充满火药味 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说 目前中共要全力准备20大 他不希望台海或外部因素干扰 所以他对台湾的武力动客 在短期内应该会趋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韵刘芳采访报道 周五洛杉矶国际机场宣布 因为旅客自动捷运系统 最后一座天桥还在搭建 本周日至下周四的夜间时段 将关闭机场交通 来看报道 洛杉矶国际机场周五宣布 自动旅客捷运系统项目中的 最后一座人形天桥搭建工程仍在进行中 因此 本周日至下周四的夜间时段 机场部分交通会被关闭 机场发言人提醒民众 尽可能事先沟通安排阶级事宜 以免增加交通拥堵 这座天桥将连接汤姆布莱德利国际航站楼 和中央航站西区捷运站 改变旅客进出机场的方式 机场官方表示 接下来在10月初和10月底 还有两次部分交通关闭 捷运系统则预计在2023年晚工并试运行 希望未来能帮助旅客在航站楼和车站间通行 终止交通拥堵的现象 新唐人记者郭月希 徐展成 洛杉矶采访报道 大部分电车车主都是在下班回到家后给电车充电 但斯坦福大学的报告指出 晚间集中充电会给美西电网带来巨大压力 车主应该在白天到公共充电站充电 大部分电动车的充电时长为2-22个小时 因此车主都会选择下班后回家充电 不过随着电动车越卖越多 美国西部的电网也将面临巨大压力 根据斯坦福大学在《自然能源》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 当路上车辆有30%是电动车时 每天下午5点至9点的用电高峰期 充电需求会上升25% 就增加了电网压力 报告认为 车主应该改成白天在工作场所或公共充电站充电 这时的电网有多余的太阳能容量 电力系统不会负担过度 对续电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 研究人员还建议电力公司改变电价收费表 把最便宜的价格设在中午 以鼓励车主在白天充电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下面是今天的南加新闻快讯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周四投票决定 从2030年起 加州将成为全美第一个 禁止销售煤气暖炉和热水器的州 支持方认为 煤气暖炉和热水器 占家庭天然气用量的90% 会污染环境 但也有民众抱怨 更换设备需要重新装修房子 若全面使用电器 加州的电力储备 可能无法附和全州的用电量 目前这项销售禁令 暂时不包括瓦斯卢 根据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近日的一项研究 来自中国的害虫班依蜡蝉 可能会在2027至2033年传播到加州 这种害虫除了会啃食植物 还会留下残留物 滋生霉菌 导致植物死亡 未来将严重破坏加州的葡萄园 以及杏仁 樱桃和桃子等树种 洛杉矶著名景点 好莱坞标志牌 明年就满100岁了 从本周起 这个众多旅客拍照打卡的纪念牌 会由5名工人刷上新油漆 工程预计会在11月15日完成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周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印度 日本以及澳大利亚三国外长 单独举行四方会谈 签署了一项协议 周五 四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外长 举行联大场外会议 探讨扩大合作范围 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 尽管会议上没有直接点名中共 但中共今年4月与索罗门群岛签署秘密安全协议 在距离澳洲不到2000公里处建立军事设施等扩张行为 引发澳洲和美国等多国担忧 四国外长分别表示 希望通过加强合作 避免俄乌战争类似事件在印太地区重演 中文字幕提供 传电视台记者林一综合报道 根据加州法律 人口贩运罪不属于暴力重罪 州参议员香农·格罗夫 曾为此提交多项提案 希望将人犯集团神职依法 减少危局的发生 不料提案于今年稍早 在州立法会遭到否决 来听听他怎么说 根据美国国家人口贩运热线 加州是全美最大的人口贩运地点之一 光是今年 加州已经有1300多起人口贩运的案件 不过 加州并没有将人口贩运 作为严重暴力的重罪来管制 也因此 共和党籍州参议员格罗夫 同时提出了SB1042提案 并要求针对AB2167法案进行修法 试图将人口贩运重新归为重罪 但最终 在民主党人的压倒性多数票下 两项提案都没有通过 今年4月 在SB1042提案的听证会上 人口贩运受害者伯金斯 讲述了他童年时被贩卖的经历 对于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 参议员格罗夫呼吁民主党人合作 加场有关人口贩运的管制条例 新唐人记者蔡新月 感谢旧金山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再会 中文字幕提案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